大岳 嗨 十歲 虛歲 傻傻 分不清楚 我們在看命盤的時候呢 聽到老師說 這個用十歲下去看 這個用虛歲下去看 大部分的命理老師 在講解這個命理的部分呢 其實用的都是我們人的虛歲 不過咧 我們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們會有用到 十歲的地方 所以大約這邊呢 可以跟大家來講一下這個 十歲虛歲的快速計算方式 很多人搞不清楚 我的國內農曆年頭年尾 有一些並不是居住在 亞洲地區的華人 他可能是從小就在國外出生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的記憶 也許好多帶了模糊 他們又沒接觸的話 會不太知道 我們在講這個十歲虛歲是什麼 我們來快速教大家 怎麼樣的去把它算出來 十歲跟虛歲 我們來用民國年跟西元年 兩種方式來教大家計算 因為我們是用農曆的年 沒有用自己的生日 節氣這些去做切割 所以對於我們的計算方式 是比較簡單一點 它直接就是農曆的 1月1號到12月30號 就是我們對一個年度的一個範圍 所以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都會用自己的農民歷上的那個年 去計算十歲或虛歲 正常大概3月到12月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是哪一年 農民歷上就會是那一年 比如說1975年 這個是西元 在農民歷上面會出現的 對應的這個年呢 它會是民國的64年 1983年 它會是民國的72年 有很快的一個公式 大家知道嗎 西元年-1911 得出來的就會是 民國年 對那民國年呢 3月到12月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去Google去查 你的國歷跟農曆會是同一個年 那為什麼說一二月出生的人 你身份證上面標記的是一月 甚至到二月的人呢 他們的生日有可能 國歷跟農曆是不一樣 因為大家知道嗎 我們的過年啊 常常會落在二月嘛 那過年落在二月的時候啊 就是農曆年尾生的 比如說是11月甚至12月的朋友 農曆年尾生的人呢 他在他的身份證上的國歷生日 就會跳到下一個年度的一月或二月 所以當我們在計算 十歲跟虛歲的時候呢 大家母殺殺 最簡單就是我們去擷取農民曆的出生年 農曆生日 我們的農曆生日的出生年 下去做計算 比如說1983年的朋友 農曆喔 大家記得要看農曆的1983年出生的朋友 有可能1983年12月出生的朋友 他實際上在身份證件登記已經變成1984年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是農曆 農曆的1983年舉例 10歲我們就用20 所以這一個1983年出生的朋友啊 他已經38歲了 10歲 38歲 那虛歲呢 我們統一加1歲 所以呢 1983年出生的朋友呢 他的虛歲就是39歲 就這樣 兩個步驟 輕鬆的算出 你的10歲跟虛歲 有人說年頭 那年年沒的年齁 2021年 一月今年過年前出生的小朋友呢 其實他的農曆生日是2020年 所以他是民國的 109年 對吧 你們去檢查一下年頭 2021年1月就是過年前出生的小朋友 其實他的農曆是109年出生的 或者是他的息日是2020 所以當我們今年度在算他的10歲的時候呢 他已經1歲了 10歲是1歲 那他的虛歲 2歲了喔 才會有人說 欸這個小孩 那年頭才出生而已 現在2歲 對 我們傳統的長輩 其實用加2的方式去算 太累了齁 我們就用農曆的生日去計算 10歲跟虛歲 這樣子同學們會算了吧 變成的 10歲 這碎 否 快 Meow 包